如果你在家里或者学校突然遭遇地震 该如何正确自救呢 接下来这几个方法一定要牢记 或许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你的生命 首先遇到地震时尽量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地震发生时一般是游弱到墙 持续5到20秒左右 通常公认黄金自救时间为12年 所以只要我们在这12秒钟的时间内 做出正确自救措施 那么很大几率是能够存活下来 如果你居住的楼层较低 当发生地震时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犹豫 赶紧跑到室外空旷区域 此时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去拿重要物品 否则短短几秒钟 可能会让你错失最佳的逃生机会 如果你居住的楼层较高 那么相反就千万不要尝试逃跑 因为逃跑根本来不及 而且还存在有被物体砸中的情节 很多遇难者都因为在逃跑时 被重物埋压才导致的悲剧发生 其次也不要选择乘坐电梯逃跑 因为在地震发生时 电梯很大程度上会出现故障 或者坠落等异常现象 所以总结以上几点 遇到地震时究竟躲避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此时可以选择承重较好的房间或者墙角 俯身躲避护好颈部与头部 另外尽量不要靠近外墙躲避 因为外墙承重相对较弱 地震发生时有可能会率先倒塌 如果你家没有墙 那么也可以选择迅速躲在桌子 或者相对坚固的物体下面 并且护好头部牢牢抓住桌头 从而达到遮蔽保护的效果 一旦地震停止 立即撤离到空旷安全区域 避免余震带来二次伤害 如果不慎被倒塌的建筑封闭 此时也要尽量保持冷静 想尽一切能够自救的方法 可以先用一些坚固物体支撑上方倒塌物 防止被建筑埋压 如果出现埋压的情况 也要尽可能地保存体力 不要大喊大叫或者奋力挣扎 此时可以利用敲击墙壁的方式进行求救 以上这些方法在关键时刻 或许能够拯救你的生命 所以一定要牢记 最后可以把这条视频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了 抖晕